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讨厌做销售 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喜欢与人打交道 他们基本上都有一种病叫色恐 很多人在家里面待着 父母想把他赶都赶不出去 你让他出去见个朋友不去 你让他出去玩一下不去 你让他出去吃个饭不去 能在家里待着绝对不出去 实在没办法出去了怎么办 反正我就往那坐 也不说话 也不打招呼 也不社交 问他怎么办 我也不愿意是你让我出来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从小父母都是把他从学校里接出来 马上就放到家里 然后在家里干嘛 电视电脑手机三件套 所以他们没有习惯与人打交道 现在突然长大了 他还没有适应去跟人打交道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真的还是应该要学会去与人打交道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人的社会 你会发现跟人产生的关联 你会发现你得到的信息 你得到的资源 你得到的能力 都会发生质的变化 毕竟闭门造车 他造不出来一个车 他还是需要跟人打交道 干销售 就是训练你的最好方法 来吧 我们欢迎你